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有很多小伙问小强 为什么每次小强都可以在动弹之城 批那么久 小强可是能送外号 朗车侠离岛王 当然是可以在动弹之城到处批的 那是以前了吧 现在上蓝说切换离岛 都要在10秒内不受攻击了 没关系 现在小强被称为跑酷王 今天就来跟大家说说 小强平时常用的4大跑酷路线 为了体现实用性 小强现在就来动弹之城 实战讲解一下 小强的4条跑酷路线 也会在实战中一一说明 这个专业的主人原来在家 不过他只有一个人 小强当然是不会怕的 直接两枪就把他打倒在地了 打完之后 看了一下他的名字叫做明明 但是小强去搜的时候 却发现草死人 这是怎么回事 小强估计他家的空格 或者什么特殊符号吧 进他房子的时候 随便梦了个密码 竟然梦对了 那小强就爬上屋顶跟他们打 打到他发现来的人有点多 小强还是决定去守着楼梯口打他们 他们一次就上了两个 还给小强优真经济 打起来有点难受 那小强现在就开始跑护之路啊 第一条路线在市中心附近这个位置 有一块大石头 从这块石头上可以跳过围墙 搬到市中心 但是需要小伯们多练习才行 保证每次都是一次性跳过去 跳过去以后 咱们就可以在市中心跟他们绕圈了 市中心的房子有点多 座位掩体也是很合适的 最后跑到市政厅 这里地形复杂 很容易把敌人绕晕 屋顶还有缆车 并且好的话就可以搭上缆车 小强不决定走 所有的四条路线还没讲完呢 于是小强又跑回市中心跟他们打一打 这个人老是丢正经济 妨碍咱们走位 不过没关系 只要强法够好 小强一样能轻松打了他 只要他们一个一个上 小强完全不用逃跑 将追上来的人逐一击破 如果他们一起上 那小强可就得跑了 在市中心跑 可以东转西转 照着他们头晕眼花 途中碰到一个窗白天使 小强一分就把他打到了 这个人可能就是一点懵逼 还没看到就倒了 不过其他的人都发现你了 那血量都没好玩了 没事 小强现在就去跑第二条路线 在秘里和卖点中间有一座大伤 只要跑到这里来 先把状态回复一下 咱们可以利用这小伤 跟追上来的敌人绕圈子 绕着绕着 说不定还能绕到他们身后 偷袭他们 利用伤刚做掩体 他们打不到枪 只能跟着小强绕了 不过当追上来的人很多时 咱们就得赶紧跑了 小强还有两条路线没跑 接下来就准备去跑另外两条路线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在这里 小伙伴们想知道剩下两条路线的话 可以给小强点个关注 我是小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